漢光演習上首次發射震海火箭彈 驗證屏佔轉換 海軍證實 暫時也會登海巡艦 我們海軍的連城的掌握的目標 也會與海軍做分享 他如果掌握了不明紀律船 以及供應商船 會通報我們海軍 九二共事滿三十年了 北京高規格紀念 強化對台宣傳 共產黨當然急 因為十九大即將結束 在二十大提供這樣一個重要研討會 不過就是為了鞏固習近平的政權 更多深度分析 請鎖定 近新聞調查報告 你好 歡迎加入近新聞調查報告 我是廖雅玉 漢光三十八號演習第二天 重頭戲海空軍聯合結局 在蘇澳外海正式登場 總共二十艘艦艇十五架戰機參演 也是海軍與海巡首度 在公開場合聯合操演 蔡總統更是親自登上了 基隆艦教院 這也是她上任之後 第二次出海市的 總統說國軍弟兄轉現了保佳 衛國的能力和決心 Good job 除了海上 陸地上也有看頭 愛國者飛彈部隊進駐了 大家河濱公園 桃園則是有黑鷹直升機 緊急降落在樹林內 模擬兩軍交戰之後 如何利用樹林掩蔽 再往南我們看到的是新竹執行跨區增援兵力的部署 至於花東最後防線 演訓的是有毒物質外洩化學兵如何動員後送 另外還要看由外交部和遠景基金會合辦的凱納格蘭論壇 今天開幕了 美日澳前防長都與會 談印太安全 談佩洛西訪台 這些議題的背後都脫不了的是中國威脅 那麼今年也是九二共識三十週年 中國官方今天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高規格的舉辦紀念大會 中共對臺的系統更是大舉動員 包括我們看到中共中央對臺小組的副組長 也是中國全國政協主席汪洋 以及國臺辦主任劉潔一都出席了 這個大會的用意和目的又是什麼呢 大選回戰 只要關心的是 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蔣萬安的競選團隊 十二個行政區的後援會榮譽總會長 被譏諷是千歲團 裡頭也有一些人爭議不少 像是前立委 李慶安和蔡正元 究竟請到這些資深前輩 是加分或減分呢 首先我們要來聚焦漢光三十八號演習 重頭戲正式登場 扮演旗艦的基隆 旗艦升起統帥旗 迎接總統蔡英雄 出海 這次統帥親自監考 海軍派出包括 拉法葉級 成功級 基隆級等主力戰艦 另外有井江級光六飛彈快艇 加上海巡署艦支 超過二十艘大小艦艇 參演 情境設定是東部外海敵軍機艦大舉進犯 P3C反潛機 盤旋艦隊上空 S軌動C直升機也緊急起飛 裂捕水下敵方潛艦 投放淹幕定位 交給深水炸彈 給予痛擊 艦龍極潛艦浮上水面 代表獵殺成功 而海面上的威脅用重炮正面迎戰 海軍六二作戰支隊 主炮齊發 甚至驚人 海軍署成功艦接力秀火力 首次發射震骸火箭彈 總統拿著望遠鏡 親眼見證 屏戰轉換成效 有一個固定的平台跟我們做分享 我們海軍的連城的掌握目標 也會與海巡做分享 他如果掌握了不明記憶船 及不明商船 會通報我們海軍 我們海軍會協助海巡去前往識別 如果是貢艦 發行是貢艦 則由我們海軍派所需要的艦船 前往實施監控 面對解放軍艦隊擴張無上限 海軍海巡相互支援 強化不對稱戰力 只是攔截空中威脅出現小插曲 主力三型戰機發射空對空飛彈 唯獨幻象戰機沒打中標靶 不過軍方強調演習除了袖戰力 抓錯更是必要過程 確實是有一枚沒有命中 所以不管是命中或者是沒有命中 我們認為對我們都是非常有價值 海軍艦隊第一視角曝光 列重隊前進浩浩蕩蕩 全體整面作戰之類的弟兄姐妹 剛才各位精神的操演 展現了中華民國國軍 老家衛國的能力和決心 回為八年載有三軍統帥登艦四島實彈演習 蔡總統喊話加油打氣對國艦國造有指標性意義 也為首土戰略親自兼考 賓海決勝戰略之島 在蔡總統這次首度釋導的海上火力展示之後 得到初步驗證 而她的成效將是地面部隊 能否有效尖敵於攤頭的重要關鍵 以上近新聞 葉府董宥俊在蘇澳外海採訪報導 另外的重頭戲在新竹 有陸軍航特部的跨區增援 15架直升機從台中新設 飛往新竹關係基地 在發動機不熄火的狀況之下 演練的是熱加油熱掛彈 一旁還有復仇者飛彈車全程戒備 那麼桃園呢 模擬兩軍交戰戰機受損 地勤部隊應變維修 迅速恢復戰力 模擬兩軍交戰黑鷹直升機受損 盤旋後找到樹林掩護 準備降落維修 漢光演習第二天 國軍延續前一天精進戰力保存 延續黑鷹直升機維修應變能力 黑鷹直升機緊急降落在樹林內 戰術轉場來到野外來做保修 主要是模擬戰況兩軍交戰時機場被毀 來到野外藉著樹林掩蔽 維修正部 緊急維修後 黑鷹再度升空 持續發揮作戰能力 同一時間OH58D 戰艘直升機前往第三作戰區 執行跨區增援兵力部署 第一架直升機剛降落 第二架已經在上空盤旋 視察地形 最後一共四架OH58D 高難度降落在關係高中的操場 把地平停好停滿 我們這次降落是屬於這個 非常高難度的一個這個落地 其他架飛機也都相對的 都擺在這個場面上 所以對我們飛行官來講 是一個重重的考驗 而位數首都也有防禦線愛國者飛彈 前進大家合併公園 兵力展開部署 拉長警戒範圍 士兵兩百公尺外警戒 往內走 美輛軍車旁邊也有兵力介護 國軍模擬飛彈介護延訓 涉及機密內容 愛國者飛彈撞上外殼 無法辨識二型還是三型飛彈 後面車輛陸續蓋上 衛裝帆布 疑似陸區系統 也就是先進的野戰資訊通信 還有雷達系統一併進駐園區 現場還可以看到 外籍專業人員全程督導 這裡是大家合併公園 在河的另外一頭就是國防部空軍司令部還有橫山指揮所 那麼在另外一側呢就是台北市中心 也因此國防部部署飛彈在大家合併公園是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漢光演習還有花東最後防線 模擬超過九十人 因為吸到毒氣 花防部化學冰簾動員超過四十人 啟動大量傷患後送醫院 因地質疑 花防部結合現地大理食材 未裝中型戰術輪車 擾亂敵方七敵 漢光演習 強化民間動員項目 爭取民眾認同 也展現國防信心 近新聞 徐維倫 附建成 王志恒 吳俊偉 呂傳明 采訪報導 要展現國防的信心 後備部隊的戰力也很關鍵 我第五作戰區 在苗栗厚龍的白沙屯海灘 進行後備部隊灘案阻絕設置 那麼我們看到呢 十四天新制的教招員 演練的是包括螺旋裝 鋼刺尾 油桶爆裂物和四線炸等項目 阻絕敵軍搶貪 那個是四線炸 裝設螺旋裝 纏上刺絲 完成四線炸 阻絕設備 教官親自示範 後方教招員 仔細聆聽 後方這邊 所有的這些人員 全部都是 十四天新制的一個教招兵 那他們今天上午 就在這邊來進行 你可以看到 正在設置的這個叫做 鋼刺尾 固定住後 插入殺案中 鋼刺尾 裝設完畢 另外還有油桶爆裂物 漢光演習第二天 苗栗後龍白沙屯 海岸線 後備部隊學習裝設 灘案阻絕 這些都是反登陸作戰 重要裝置 水際的第一道 我們會設置 我後方這個鋼刺尾 用來抵擋第一波的船隻 防止共軍登陸 以防人員登陸 之後我們油桶裡面裝汽油 然後一樣會放置D&T 將油桶炸毀之後燃燒 讓我們昭遠能清楚了解 我們在灘案的阻絕 該怎麼設置 以敵佩我們後備軍人的戰力 今年漢光演習 著重後備戰力演訓 不少人第一次被教招 就遇上漢光 頂著烈洋高溫 一整天在海岸邊 學習灘案殲滅 累是一定會累的 大家是有點興奮 因為是第一次教招 這些事物我都是第一次接觸 重新練習 保家外國為主 機動作戰 堪稱最硬教招員 但他們不含苦 畢竟自己國家自己防衛 但受到烏二戰爭啟發 歐洲各國關注兩岸情勢 尤其法國 德國等 都派專題記者前來採訪 國防部去年成立 全民防衛動員署 致力提升後備部隊戰力 讓各戰區基本防御作戰外 仍需投入大量後備軍人戰鬥 保衛家園全民動起來 這次的漢光演習 來臺灣拍攝的外國媒體 比過去還要多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就被問到了臺灣軍演 他還警告記者注意措辭 來看這段畫面 今天臺灣主席蔡英文 boarded a naval warship for only the second time in her six years in office and she during which she lauded the military's determination to defend the island whilst overseeing the annual naval and air exercises what's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s comment 首先我要告訴你的事 臺灣沒有什麼總統 請你以後提問 注意你的措辭 我也想借此機會 正告臺灣當局 臺灣當局走台獨的路 是死路一條 臺灣妄想在軍事上 對抗中國 就如同堂壁擋車 最終必將失敗 今天蔡總統登上了基隆艦之後 首先是聽取了168艦隊副艦隊長陳明峰的戰場簡報 168艦隊它是我軍目前防空繁潛等綜合性能最強悍的一支艦隊 也是亞洲水面打擊力量中的佼佼者 我們今天要連線給國防院國防戰略所所長蘇紫雲 請所長跟我們介紹一下168艦隊在臺灣軍事上扮演了哪一些關鍵角色 當然他最重要的就是說 在中美協防時代所留下來的一個 另外一個番號叫做62 或者63特遣艦隊 那是美國第七艦隊賦予在臺灣這裡的 就是作戰船艇的一個編號 也就是在一旦台海有失的時候 就統一指揮 的一個就是艦隊的一個編裝編制 一旦兩岸起戰的話 那一個海上交通線 也就是補給線的開放跟維持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相較於西岸的高雄台中或者台北港 那在東岸的花蓮港跟中正基地 也就蘇澳港的所在 很可能就是扮演一個 就是暫時補給的一個角色 所以168艦隊他就是要 扮演一個海上的一個護航船團的任務 那這樣的情況的話 這一種就是海空聯合作戰 開闢跟維持臺灣的這個海上的輸送線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戰略關鍵 除了168艦隊之外 我們看到昨天是漢光演習的第一天 國防部和日本防衛省的資訊就揭露了 中共派出了兩架軍機 在我西南空域活動之外 另外還有一架次的TB001無人機 在東部外海線中 中共的TB001 是從早上到午後 由東海經過了公國海峽空域 再進到西太平洋向西 飛行抵近臺灣東部的空域 那麼在一陣盤旋之後呢 又繼續向南飛行 飛往巴士海峽 可以說他飛行的時間並不算短 據說他的續航力可以到35個鐘頭 我們想繼續請教所長的是 TB001來的時間其實很敏感 加上他是屬於中大型的無人機 相對是沒有逆蹤能力的 那為什麼要派TB001呢 他的強項又是什麼 TB001他象徵的是說 中共的電子通訊能力 的確大幅的進步 也就是這個TB001 跟國軍中科院研發 以這個騰雲機 是非常類似是一個長航程 可以滯空大概20幾個小時左右 去做飛行的指令的傳輸 還有影像資料的傳輸 也就是扮演偵查的能力 但是我想這個能力 台灣其實也有啦 就是我們騰雲機其實也在 早前在花蓮外海試飛成功 而且就是繞了台灣一圈 可能還沒有被發現 是中共也有這個所謂的 案件系列的這個 這是逆蹤的無人機 長得就像蝙蝠一樣 這是三角翼的 那個是比較難被雷達發現的 所以也許在就是 某些背景之下 他的案件無人機 已經出現在東海一帶 第二個就是說戰術上的需求 第一個他比傳統的飛機來的小 所以他在雷達上面 就有比較高的逆蹤機會 雖然說還是容易被發現 那第二個主要是成本 以美國的公開資料來講 譬如說 美國空軍提交給國會的 這個年度報告 裡面有提到 他們就是 飛行F-16一小時要9800美金 相當於28萬台幣一小時 那但是MQ-9 這種無人機一小時 只要400美金 你是大概12000台幣 所以成本低了很多 那第三個就是 他們也在做技術的改進 也就是做這種抵徑偵查等等的 那他的衛星通連 還有電子的裝備等等的 每次回去 可能都會再做一些調教 那作為次世代發展的時候的 一個參考 所以也帶有這個科技練兵的角度 大概是這些 這些主要的考量點是以上這幾點 謝謝所長今天的分析 稍後我們要看到 台灣面對中國可能動武的威脅 在今天的凱達格蘭論壇上 美國前方長一連說了三次 盟友盟友盟友 他為什麼如此強調呢 更多內容稍後回來 凱達格蘭論壇 今天登場了 包括美國前國防部長馬蒂斯 澳洲兩位前防長 潘恩以及安德魯斯 還有日本前外務大臣 繼防衛大臣 河野太郎等大咖都與會了 會議中河野太郎 談到中國攻臺 美日應該在日本部署導彈 那麼馬蒂斯他則指出 沃戰爭會影響中國領導人習近平 攻取台灣的節奏 要面對可能的態勢 必須正式並且做出回應 他也不斷強調盟友的重要性 連韓三四盟友強調重要性 美國前國防部長馬蒂斯 透過視訊出席 台灣舉辦的凱達格蘭論壇 2022印太安全對話 探討威權國家 對國際及印太地區造成的區域和平問題 馬蒂斯認為台灣必須和盟邦聯手 才有足夠力量抵禦中國的威脅 他也提出哪種作戰方式 對台灣相較有利 那是總是來指定的 風格力盡 你計劃,你可以做事速度 在文化上的確定 所以,越多了 越多了越行,越過越來越多了 的台灣力量和大力量和機制 和普通的勢力 會再造成更多的機會 讓他們更加增加了 在國際上的經濟 時,他們有少了 以來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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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他們要帶來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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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馬蒂斯從烏爾戰爭 接近台海安全問題 他認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原先打算迅速完成軍事行動 卻變成遙遙無奇的戰爭 這些習近平都看在眼裡 因此武統台灣不會太快進行 不過中國對台灣的威脅禁逼 讓鄰近的日本也不得不警戒 日本前外務大臣 即防衛大臣河野太郎 透過視訊演說示警 中國對台動武的可能性提高 每日必須和同盟國一起保衛台灣 才能對中國有嚇阻效果 河野太郎的共同捍衛決心 也展現在同盟的澳洲上 親自與會的澳洲前國防部長安德魯斯 作出活域 FORMER JAPANESE PRESIDENT ABE HAS SAID THERE SHOULD BE NO STRATEGIC AMBIGUITY ABOUT THIS FUNDAMENTAL PRINCIPLE IN THIS CONTEXT THEY MUST RECOGNIZE THAT TAIWAN IS THE FIRST CHAIN OF DEFENSE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AUTHORITARIAN CCP BUT MORE THAN STRATEGIC CLARITY WE NEED COOPERATIVE CAPABILITY ACROSS A RANGE OF AREAS STARTING WITH INTELLIGENCE GATHERING 安納魯斯表示 維基時真正的軍事合作 才能維持和平 以捍衛民主自由的精神 臺灣必須實施掌握戰略彈性 才有更多籌碼 面對中國的步步緊逼 美國中醫院的議長裴洛西 傳出可能訪問臺灣之後 中國外交部是一而再 再而三的強烈警告 甚至還揚言針對裴洛西訪台 要使用軍事攔截 對此二十五年前第一位訪問 臺灣的前美國眾議院議長 金瑞契他就在推特上面 支持裴洛西了 他說裴洛西應該要率領 一個國會的代表團訪問臺灣 金瑞契他甚至還怒嗆說 中共不能夠支配 美國議長的出訪 二十五年後 美國再傳第二位第三號人物 可能訪臺 金瑞契最近就向裴洛西喊話 不要受北京威嚇 快點起全臺灣 甚至還一併怒嗆中國 金瑞契在推特上寫下 裴洛西議長絕對應該率領 一個兩黨議員組成的國會代表團 訪問臺灣 並表示自己是訪問臺灣的最高層級 美國官員 共產黨統治的中國 不能支配議長的出訪行程 既前美國國務卿龐培歐 前防長艾斯培 力挺裴洛西訪臺後 首位訪臺的前美國眾議院議長 時隔二十五年 也支持裴洛西來臺訪問 有趣的是當年金瑞契 訪臺之前曾到中國 日本展開亞洲之旅 當時金瑞契在中國發表 這一席話 也印證了二十五年後的 國際局勢 但不同的是當年金瑞契認為 中國能夠和平崛起 促成兩岸和平 但隨著共軍越來越好戰獨斷 金瑞契最近接受福斯電視台採訪時 轉向認為裴洛西 應該不顧拜登總統建議 與中共威脅 赴台展現力挺盟友的決心 不能成為毛澤東口中的紙老虎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最近引述中國人民大學 國官教授說法 認為這是北京自台海危機以來 最強烈的回應 但新加坡國立大學資深研究員 則指出 中國現在面臨經濟放緩 房地產危機與清零失敗 因此美中緊張情勢 不太可能升級為全面軍事衝突 金新聞綜合報導 美國其中選舉只剩近百天 選情逐漸白熱化 美國前總統川普和前副總統彭斯 在亞利桑那州各自為支持的 共和黨籍候選人站台造勢 表面上的互尬選情 也暗藏著兩人角力的代理人戰爭 外界認為川普和彭斯都是想利用共和黨 黨內的初選平台攪住2024年的總統選舉 這次的選舉結果也將是衡量兩人在黨內影響力的指標 然而彭斯恐怕根本不是川普的對手 根據一項對美國年輕保守派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 高達78.7%的選民 壓倒性支持川普2024年競選總統 另有19%的人偏愛佛州州長德桑蒂斯 至於曾多次表達友台言論的前國務卿 蓬佩歐支持率僅僅0.5% 而彭斯的支持率更慘淡 只有0.3% 川普支持的13名參議員候選人也全都贏得了共和黨提名 川普在共和黨政營內持續人氣爆棚 似乎沒有人能與之爭鋒 不過美國昆尼皮亞克大學的民調也指出 大多數美國人也都不願意看到現任總統拜登或川普再次參選 僅存的一次希望能否讓彭斯絕境逢生 有待觀察 近新聞正義中 江森信報 再來看英國 英國保守黨的蘇納克和特拉斯 進入了黨魁的決選 選情是相當激烈的 兩個人對中國是不是夠強悍 也成為了黨員投票的關鍵指標 那麼鐵娘子特拉斯一向抗中的姿態 銳不可擋 反倒是被看作對中國態度 比較軟的蘇納克 民調是居下風 現在也力拼抗中 在全國電視辯論上高喊 中國對英國以及全球安全構成了最大的威脅 並且提議推動一系列的政策 強硬抗中 英國保守黨黨魁選舉進入決選 近期的兩名候選人特拉斯和蘇納克 在對中議題上蹦出火花 英國的外交鐵娘子特拉斯 鮮明的抗中色彩在線 呼籲不能再對新疆 香港等議題袖手旁觀 而是聯手應對中國威脅 同時揭發對手蘇納克計畫舉辦 英中經濟和財政會議 意圖將蘇納克對中的溫和政策轉化成他的致命傷 蘇納克極力想擺脫軟中標籤 也不甘示弱 直指中國就是英國和全球安全的最大威脅 蘇納克倡議創立跨國的科技北約 與國家情報機構雙管齊下 防範中國間諜竊取敏感科技 並對抗中國對網路和智慧財產權的威脅 而英國大學校園遭到紅色滲透 蘇納克祭出很糟 直言將關閉境內所有的孔子學院 並嚴加審查學術機構的研究合作夥伴 蘇納克最後始言將與西方領導人密切合作 不再對中國的野心示弱無睹 引來中國政府嗆聲 中共官媒近日點名蘇納克是唯一務實的黨魁候選人 卻間接促成了蘇納克扭轉輕忠形象 儼然成了英國保守派凝聚抗中的最大推手 而對歐洲來說 能源危機只是歐盟揮之不去的噩夢 俄羅斯最近才剛恢復 北溪一號百分之四十的供應量 沒想到這一條德國天然氣的重要命脈 在二十五號再度成為普丁威脅德國的武器了 俄羅斯工業宣布 因為又有一組渦輪機要維修 所以從二十七號開始 輸往德國的天然氣供應量 四天前才剛恢復 北溪一號百分之四十的天然氣供應量 俄羅斯工業公司現在又說 二十七號開始要再減到只剩百分之二十 克里姆林公話說的間接保守 卻又讓德國的能源供應如坐針毯 因為俄羅斯現在再度以渦輪機引擎零件維修為理由 打算降載天然氣供應 俄羅斯一直指控是西方制裁自作自售 生產渦輪機的德國西門子公司 把設備送往加拿大檢修 因為西方禁止出口俄羅斯技術產品 才導致渦輪機回不來 但加拿大就怕卡住德國能源 先前已經速速交還一套修好的渦輪機 只是俄羅斯這次又顧忌重施 說另一組零件也要修 俄羅斯雖然嘴上這麼說 但北溪號的天然氣輸送量 還是必須從每天一點六億立方公尺的最大供氣量 減少到三千三百萬立方公尺 歐盟直指莫斯科又用能源敲詐 德國也反擊 按計畫這具渦輪機九月才會用得到 佐倫斯基痛批 俄羅斯根本是對歐盟發動天然氣戰爭 天然氣不夠 歐盟很頭大 各國甚至從八月開始 必須減少百分之十五的用量 現在北溪號又要修 歐洲天然氣二十五號上漲了百分之七 能源危機 雪上加霜 近新聞 吳洛瑩 周成為報導 今年是兩岸香港會談三十週年 北京高規格舉辦九二共事紀念大會 二十大之前如此大動作 是想傳遞什麼訊號嗎 稍後兩岸全攻略 馬上回來 今天兩岸全攻略要來看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 這個禮拜到底會不會進行通話呢 拜登他說他預期會進行 但是討論的題目到現在還沒有眉目 根據白宮官員透露 主軸不會是對中減免關稅 另外美國國會在這個禮拜夜即將投票表決五百二十億美元 約合一點五週新台幣的晶片法案 因此呢外界就很關注了晶片議題會不會被納入 拜習的談話當中 確診後隔離第五天 美國總統拜登在家視訊辦公 強調身體一切安好之外 針對拜習本週通話也再度做出回應 拜登上一次跟中國領導人 習近平通話是三月烏爾開戰之後 根據白宮官員透露 本週極可能登場的拜習通話 不會以對中減免關稅為主軸 那日前拜登倡議的美日韓台晶片聯盟 會是討論的議題嗎 與會的商務部長雷蒙多指出美國晶片業大幅落後 据火商洛克希德馬丁執行長更表示 只要中國台灣一斷攻 國家安全就會有危機 為了超中趕台 美國寄望這禮拜 在參眾兩院通過精簡版的晶片法案 要投資520億美元約和1.5兆新台幣 讓當前12%的晶片市占率一舉攀升 英特爾等晶片廠已經表示 只要沒有晶片法案就要轉移陣地 但儘管企業放狠話 拜登政府力推 法案在眾議院預計會碰上困難 包含桑德斯等部分議員認為 晶片法案根本在圖利特定廠商 恐怕讓美國晶片自主夢受到阻礙 拜登他之前透露過跟習近平的電話會議 日期還沒有確定 但是他希望這個禮拜就能夠談 我們要連線到德州州立大學政治系 副教授翁呂中 請教翁老師的事 習近平在知道了拜登確診之後 也立刻發了慰問電文 看起來兩個人對於這場電話或者是視訊會議 都是正面 甚至還蠻期待的 那麼我們就想知道了 拜登跟習近平兩個人 又分別打了什麼如意算盤呢 民主黨在這次其中選舉壓力很大 經濟上的壓力很大 所以讓拜登總統 其實必須在中美的對抗當中 找到方式來穩住所謂的經濟 可是對中國而言也是如此 北京當局其實現在內部 大家也最近看到了很多財經相關的消息 幾乎是連環暴 也讓中國在內部的經濟受到很大的挑戰 尤其是習近平採取的所謂的 這個清零政策 事實上讓中國的經濟在Q2 同樣面臨了非常大的衝擊 只有0.4%的成長 我們要知道中國每一年都會先設定好 全年的GDP的成長的比例 今年中國開年的時候 事實上是設定了5.5%的經濟 GDP的成長比例 可是按照第一季跟第二季 他們只有2.1%到2.5%左右 事實上距離5.5% 基本上要在今年底達標的可能性 是微乎其微 換句話說 其實北京當局非常希望可以穩定中美關係 雖然在外交上面言辭交鋒 但是在經濟上面 如果沒有辦法穩定中美的關係 事實上對中國的經濟穩定不下來 習近平要繼續在第三任期 尤其在今年年底的二十大 讓大家說 中國北京當局在經濟上面有好的表現 難度就會非常的高 所以雙方經貿的互賴會是這一次 為什麼雙方好像都很想要對話 只不過變數還是蠻多 尤其是我們知道 可能是議長裴洛西要訪問台灣的事情 讓雙方其實都有一些 可能在這個會談當中 會談之前 還有最後的一些變數 非常值得觀察 好 我們稍後再來繼續請教翁老師 先來看到一九九二年兩岸兩會 在香港舉行事務性會談 雙方在一個中國的含義上 並沒有達成共識 所以先擱置爭議 那麼前國安會秘書長蘇啟 後來就創造了所謂的兩岸共識 九二共識這個名詞 那麼這也成為馬政府時期 兩岸重啟協商的基礎 但不只是顧總統李登輝 說沒有九二共識 九二並沒有共識 現在蔡政府也不買單 今天在北京就擴大舉行了 所謂的紀念香港會談 三十週年的慶典活動 中國國台辦從這個月十八號開始 其實就連推了八級 所謂的維講座 闡述九二共識 甚至還批評民進黨說 把九二共識跟一國兩制做連結 那麼中共在二十大前 也如此擴大紀念 這是在促統嗎 民進黨當局宣稱 1992年只有會談沒有共識 九二共識是沒有共識的共識 這都是在刻意誤導 人們對於九二共識的認識 暴露出他們頑固堅持 兩國論分裂立場 痛罵民進黨煽動兩岸對抗 國台辦在九二香港會談 三十週年前夕 一連八天發布短影片 闡述自己表述的九二共識 迎接九二共識三十週年紀念大會 香港會談後 一九九三年兩岸兩會 在孤政府汪道涵代表下 進行了雙邊破冰的歷史性會談 北京當局早早就預告 要在二十六號舉辦九二共識三十週年紀念大會 全國政協主席汪洋 國台辦主任劉潔一都出席 舉辦地點更選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如此高規格又正式 是要辦給誰看呢 共產黨當然擠 因為十九大即將結束 在二十大提供 這樣的一個重要的研討會 不過就是為了鞏固習近平的政權 但重點在對台灣人民的這個 對大陸印象越來越不好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得不償失 根據國民黨智庫 在六月底進行的民調 臺灣是否還要繼續以九二共識 與中國對話 有百分之三十七的民眾認為不應該 百分之三十七的民眾表示 不知道或據答 對九二共識迷惘或否定的 臺灣民意超過了七成 連國民黨的民調 都對九二共識不買單 那這麼一出大內宣還能演給誰看呢 也許就是國際情勢把習近平逼急了 先不說這場戲國際間能否起作用 恐怕就連臺灣人都沒興趣關心 這場紀念大會 在國臺辦的暖場預告裡 更是不斷抨擊民進黨否定九二共識 中共會在這個會議場上 努力的解釋 九二共識不是一國兩制 那這個就是擺明的騙臺灣人 當中共談到九二共識的時候 它一定是跟促進統一連結在一起 後面跟著就是一國兩制 所以說現在的九二共識 對中共來說 那就是統一共識 他以為臺灣人民還是好騙 台灣學者反批國台辦 中共近年在兩岸關係 越來越劣化的情勢下 自己把九二共識論述變直 卻不願正視臺灣民意更迭 或許三十歲的九二共識 曾是維持兩岸穩定的好工具 但隨著情勢變換 現況已不弱當年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理念 沒有修改的空間 都有可能有被人類去推翻 或者進一步調整的空間 所以我也不排除 未來的這個兩岸關係 九二共識會不會有一個 相關的調整 當然以共產黨的這個作風來講不容易 可是我覺得臺灣人民可以把這個力量 把它給堆積起來 儘管共產黨依舊認為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的定海神針 是北京當局不願正視臺灣民意 還是對臺已經沒招了呢 這樣大動作宣傳能發揮多少功效 臺灣人民自由定論 我們剛才也看到了北京高規格的舉辦九二共識三十週年紀念大會 連中國全國政協主席汪洋都出席致辭 那麼在過去幾天 其實中國國臺辦連續釋出了多支影片 發言人朱鳳蓮他也強調說九二共識跟一國兩制 他是有區別的兩個概念 那我們就要繼續請教翁老師了 老師您怎麼解讀今年北京擴大 舉辦紀念大會呢 還有就是朱鳳蓮他的解釋 在目前兩岸的這個局勢之下 還有辦法發揮作用嗎 在中美的競爭的緊張關係之下 因為面對美國 美國在臺灣的問題上面的給予非常多的支持 也確確實實上臺灣民眾感覺起來跟中跟北京當局 好像不需要有太太緊密的連結 在這種狀況之下 中方當然是採取了另外一種策略 打出九二共識 如同我們所說的 是一種統戰的策略 打出九二共識 趕快讓大家知道說 九二共識跟一國兩制是不一樣的 希望可以重新的爭取一些討論 再配合臺灣內部的一些爭議 事實上看看能不能夠讓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 雖然在檯面上兩強在競爭 可是在臺灣的部分 是不是能夠讓臺灣針對所謂的北京的這個 這個惡意或敵意 可以稍微的降低一些 不過我們必須很現實的來看 三十年來 尤其是近幾年 北京當局對於香港 對於新疆種種的事件 不管北京認為這是宣傳 或者是惡意的醜化也罷 事實上從臺灣的各項民意調查看得出來 臺灣民眾對於九二共識 買單的程度是相對的是非常低 就算中國想要釋出橄欖枝或釋出善意 恐怕要採取其他的方式 或者是真的用行動來表達 願意讓臺灣有更加有這個感激空間的可能 才有可能真的去改變 對於中國北京的態度 否則的話只是強調九二共識 恐怕是很難改變現在 臺灣對於北京的態度 我們謝謝翁老師 今天的分析 另外來看到蔣萬安今天公布了競選團隊的陣容 但卻被嘲諷是千歲戰隊 怎麼回事呢 稍後大選回戰帶您了解 今天大選回戰我們要先來看 民進黨臺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 以及臺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兩個人受邀出席青年活動 但是從頭到尾彼此都沒有交集 甚至陳時中在致辭的時候 還點名這場貴賓 就是獨漏了黃珊珊 你幫我看一下我們走邊的攝影鏡頭 台上拍大合照 民進黨臺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 和臺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中間硬是隔了一個人 亞太青年協會辦活動 難得綠白合體 明明黃珊珊就在眼前 陳時中致辭時卻忽熱了 兩人甚至全程零互動 連招呼都沒打 可以把黃珊珊邊緣化 難道是和打科治黃的競選策略有關 如此一來點燃選民的仇科值 讓潛綠票順勢歸隊 上節目評論北市選期 柯文哲反而對自己的指定接班人 沒什麼信心 那你又沒有辦法搶到國民黨的票 黃珊珊你又先用他搶 搶到三十 那最後就是陳時中當選 所以陳時中當選機率其實不低 對不對 北市撒卡都選情詭譎 藍綠白都想殺出重圍 靖聖紅新國願廷採訪報導 想殺出重圍的也包括了國民黨臺北市長 參選人蔣萬安 他今天公佈了競選團隊的陣容 但是在後援會的部分 我們看到的是蔣萬安 邀請了多位好久不見的前臺北市立委 擔任榮譽總會長 像是蔡正元羅淑磊 李沁安等人都入列了 除了被嘲諷是千歲戰隊 其中也不乏 又一些爭議事件 為什麼選了這些人呢 他們又能夠替被批評為佛系選舉 的蔣團隊開出什麼藥方 國民黨臺北市長參選人蔣萬安的發言人 團隊正式就戰鬥位置 不過曝光的臺北十二區後援會榮譽總會長 卻引發討論 號稱老將經驗最佳後盾 蔣萬安陣營請出前議長 和前立委們擔任台北市各區後援會的榮譽總會長 有人是在兩週前由蔣萬安親自拜會 但已經淡出政壇的前立委李沁安 據傳是由競選總幹事林毅華 在公布名單前一天才邀約 蔣萬安十二區的後援會榮譽總會長 包括前議長吳碧珠 前立委林玉芳 周守勳 潘梅剛 羅書磊 蔡正元 還有好久沒公開露面的李慶安 和蔣奶昕等人 但因為十人的年齡總和 加起來高達六百七十五歲 被諷刺是千歲戰隊 不讓對手陳時中 繼續在年齡上做文章 但蔣萬安找來的後援會成員 卻被認為爭議不少 像前立委羅書磊 過去因黨內初選與蔣萬安埋下心結 李慶安則因為綠卡爭議 黯然退出政壇 蔡正元還因三中案涉嫌侵吞二點八億元 一審被判三年半 不改大炮作風 蔡正元要酸他罵他的放馬過來 還要蔣萬安大膽做自己 連不管黨中央都出口 那蔣家議題呢 蔣萬安可是一拋出中正經驗堂轉型 就被深藍罵到不再講 蔣萬安找來過去生跟臺北市有豐富選戰經驗的資深前輩們 是加分還是減分 有待選民檢驗 盲選舉也盲家務事 民進黨立委余天現在是淚出病來了 昨天他的妻子李雅萍出面證實說余天因為右眼看不見 右手腳抬不起來 經過檢查之後發現他的血管阻塞 腦部有血塊 目前正在修養觀察中 我們來聽李雅萍怎麼說 他其實已經有連續好幾次了 但是他的個性就是很好強 你叫他去他都不去 前幾天其實醫生說他那個就是已經有一點點小中風了 那小中風的話很奇怪 他自己血管又通了 他說沒有人有這樣子的事情你知道嗎 那個血管又繼續流了 其實那個時候就已經有很大的問題了你知道嗎 認性很強 他每天只有睡五個鐘頭 每天睡五個鐘頭一定起床就是 起床了之後就直接就倒國回來 然後晚上的時候有的時候再去討一下那種 那種花呢 疫情改變了你我的生活習慣也打亂了就業市場 許多產業正面臨缺工危機 有多嚴重又會對觀光業帶來哪些影響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近日國內的新冠疫情雖然是趨於穩定了 但是大家的生活習慣走就已經被改變了 甚至連就業市場都被打亂 許多產業都面臨缺工危機 其中又以飯店旅館業是最為嚴重的 尤其工作內容比較辛苦的房務和櫃台人員 即便心思已經調高了 卻還是吸引不到年輕人的加入 業者就擔心了以現在飯店業的既有人力 恐怕會成為台灣觀光業的隱憂 蠻長的一段時間 飯店業都一直在缺工狀態 都不喜歡 對 對 很累啊 換枕頭套 鋪床到浴室打掃 每個環節都不能馬虎 客房清潔 工作繁瑣 房務員手腳得快 體力要好 還有好幾間房等著他 現在這間打掃好了 我要去別的樓層 以前一個人只要負責一個樓層 但疫情大敵來襲 房務人員必須跨樓層打掃 不是生意太好 而是人手根本不足 比較肯做的房務他們都已經都退休了 中間有一些斷層就是 那現在年紀輕的進來 他們還是會覺得這個工作是比較辛苦的 體力活 年輕人嫌累 就連轉櫃檯工作相對輕鬆 薪資都調高了 依舊催沒人 業櫃都有到差不多三萬七左右 疫情的關係 所以大家對飯店也會比較緊張一點 難怪我們主管也是會下來幫忙協助 做房間這樣 連旅館主管都得跳下來做 根據觀光局統計 部分觀光旅館到去年底 員工數只剩下兩萬兩千兩百六十五人 相較於疫情前 二零一九年同期 還有兩萬四千五百零九人 少了兩千多人 一般旅館也減少了一千多人 全台有六成旅館業者 面臨缺工嚴重危機 業者預估人力缺口高達三成 如果說不趕快把這個問題解決 你國門開了以後 你沒有人可以工作 沒有人可以做 我還是沒有辦法接 我們曾經聽到南部的飯店 他說他大概員工不夠 然後他唯一可以接的 就是只有五成的客人 這幾年台商的回流 還有包括科技業 那當然大家更熟悉的是 像晶圓代工產業 他其實在台灣的佔比 越來越大的同時 勞動人口必須去往服務業去增採 掏空了部分的服務業原有的勞動人力 他可能會逐步慢慢地轉移到製造業跟科技 或者是晶圓產業 疫情打亂就業市場 缺工成了飯店業共同難題 飯店業營收龍頭的金華酒店董事長 潘思亮就幾乎 政府因比照製造業 開放服務業聘用移工 香檸建設董事長 內政議跟直言 當初馬政府曾一度同意研議 但蔡政府考量 這會衝擊本國勞工就業 加上台灣人沒有太大意願投入 才會鬧缺工 他取旗下韓碧樓為例 郊區度假飯店後勤大缺工 建議政府引進萬名移工 紓解困境 現在年輕人他不做這一塊 那如果說真的我們台灣的 就是工作的環境 台灣人不適合 那是不是可以藉由政府這邊 可以給我們一樣像工廠那樣 有移工的方式來 就是進入我們飯店業 我們來培訓他們 日本的飯店在疫情之前 他們早就已經讓他們的飯店業 是可以引進外籍勞工 做這些比較初階的工作 澳洲他們就是開放大量的 打工度假的簽證 然後讓他們去補足這種 比較初階的勞動力 業者把解決人力赤字 既忘在移工 但年輕人真的不願意 走飯店體力活嗎 時間到回一年前 不是人力慌而是求職 處處碰壁 我覺得我們來餐飲業本身 就是本來是感覺很好找 可是今年的話就變成說 幾乎都沒有什麼知缺 熟悉的穿梭在台中巷弄 李怡婷2021年 剛從民船餐飲系畢業 社會新鮮人 這天我們跟著她 來到西屯鬧區的傳統市場 阿嬤 真的飽不好 你一定要把那個線集中 吃起來才會好吃 動作及速度都不及身旁的阿嬤 但怡婷仍盡力包穿 一顆顆浑淵飽滿的水餃 受到疫情波及 怡婷畢業後 在台北找不到合適工作 目前回老家幫忙 那時候妳要畢業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很焦慮 或很擔憂 超焦慮的 真的 就每天都 每天都會覺得說 到底要怎麼住 是不是要趕快去找工作 想要趕快有一份薪水 給家裡面 可是妳又不想要 隨便找一份工作 然後如果我要繼續留在台北的話 開銷也會很大 因為光是房租就很大 想進餐飲飯店行銷企劃 而非最基層體力工作 畢業碰上疫情最嚴峻時刻 沒開缺 怡婷早上到市場幫阿嬤包水餃 下午在媽媽店裡忙進忙出 那時候剛好疫情爆發之後 就是家裡的經濟受影響 我就是每天都會看一些 網路行銷的書 然後怎麼去下廣告 怎麼做廣告行銷的Banner 去幫忙他們的生意變得更好 就是也是他自己是自己提出來說 想要來這一塊蟲蟲看 那這個他在做的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自己也是多少有在做 但是就是沒有那麼積極 他將自學的行銷技能 用在幫家裡經營網路生意 走出自己的一條活路 同樣是2021年的應屆畢業生 駐台北的楊潔森就沒那麼幸運 因為我本身是主要是學中餐 然後中餐廳也有 然後飯店那些 然後都大概投了六七個 然後都沒有過這樣子 對 然後就因為不缺人力 因為剛好六月的時候 就是一個疫情的電波 餐廳因應不缺人 連當兵時間也不斷被延期 楊潔森從畢業那一刻 生活被迫停擺 當兵第一個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進去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延到當兵 然後因為當兵的關係 而延到我找工作 就是這樣一直這樣子脫下去 就等在家裡 然後一直被家人這樣督促 就是每天可能回來 就說你有沒有找工作 每天就會問一樣問題 然後說你怎麼會找不到 新鮮人找工作有多難 主機處統計 2019年六月 失業率為3.73% 2020年3.96% 到了2021年為4.8% 創下十年來新高 疫情放無薪假與減班的人數 大幅增加 相較去年同期 住宿及餐飲業的受僱人數 減少高達五萬多人 排行所有職業別第一 其實在五月中以前 疫情還沒爆發的時候 那個時候各界都看好 今年的景氣 所以開缺數也相對比較高 那個時候是有到五十八萬病 六月的時候整個職缺數 下滑到五十三萬 所以也很多的應屆畢業生 疫情衝擊 職缺明顯萎縮 勞動部延續二零二零年 青年就業獎勵計畫 應屆畢業生在期限內 穩定就業三個月以上 可領兩萬以上的就業獎勵金 但問題是多數年輕人 根本沒有就業機會 有兩成二的 應該是說百分之二十二的人 找到的工作 所以剩下百分之二十二以外的人 是還沒找到工作 甚至是有四成六的人 他們覺得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可以找到工作 整個產業的環境是 相當對於新鮮人求職來講 並不是那麼的友善 那政府推出非常多的紓困方案 其實都掛藝漏腕 這些還沒有進入職場的 他可能就沒有辦法 得到這樣的政策的補貼 可是他們卻是最需要的 領不到就業獎勵金 楊潔森進一步找到 勞動部的就業媒合平台 結果卻讓他大失所望 之前去上那個政府的網站 然後我就查我的科系 跟他需要 我需要的東西 薪水也是調最低的 然後他說現在工作是零 沒有一個商家是願意提出 給政府這樣的機會 政府這個網站也是有設 跟沒有設一樣 沒有幫到 楊潔森最後只能在家苦等當兵 放棄求職 人力銀行調查2021年 求職季高達六成七的畢業生 因為找不到工作 改變人生規劃 像是Joanne 投了將近二十封履歷 從餐飲 社群行銷 到行政人員都有 卻完全沒有面試機會 本科系工作找不到 他聽從家人意見 往短期的約品公職人員找起 自己本身的個性 好像就沒有想過這樣 但就覺得說現在就是 大環境很難生存 還是不要排斥任何的可能 轉換跑道 Joanne還同時準備斜槓經營網路上的 小小服飾店 但不管此刻做的是什麼 都不會擊退他走餐飲這條路 畢竟也是讀了四年 好像不能浪費就是青春這四年嘛 所以我就是還是會 就不放棄然後繼續找 可能跟餐飲系相關的工作這樣子 最難熬的一年過去了 當時找不到工作的新鮮人 多是想拼 企劃 行銷 如今他們不再執著非餐飲 相關工作不可 老得離開 年輕活水又沒進來 餐飲業人才斷層危機 只會雪上加霜 同樣面臨缺工問題的 還有花蓮七星潭的定制漁場 因為漁工人口老化 附近的小漁村逐漸沒落 再加上疫情的影響 外籍移工進不來 更讓當地的漁獲大量減少 但是當地青年不希望自己 從小到大生長的地方消失 他們從捕魚上精 餐飲業下手 所以就串起了共生共榮的觀光產業鏈 來看這一群花蓮青年的努力 衣放著漁霧遼遼遼的中央山脈下 看天吃飯的漁民們奔力將船推進浪花中 漁海拼火 花蓮的七星潭除了是遊客們的 心知所向 也是當地漁業賴以為生的漁場 而海面上以繩索結成的巨型漁工 定制漁網更是從日據時代以來 傳承超過百年的重要寶藏 有好幾人合力控制神網 每次豐收都是大工程 定制網漁法吃重人工作業 不過卻能減少漁過濫捕 上半船搭配鮮亮的黃色推土機 成為七星潭的特殊捕魚畫面 岸上忙著點貨定價的年輕人 是漁場的第三代接班人黃建衛 從小就在海邊跟著爸爸忙進忙出 接管漁場的工作游刃有餘 不過一談到漁場的未來 他的眼神力卻充滿擔憂 小時候的時候幼稚園老師問我說 那時候都會問說 長大後的志願是什麼 然後那時候就是說 我要回來漁場工作 到我這一代來講 大家其實對海來講是非常陌生 那其實可以明顯地看得出 從事漁業人口的平均年齡 現在大概都已經在四五十歲以上 那願意回來從事漁業的人口 其實相對來講是越來越少 那我們常常已經找不到人力了 那我沒有辦法想像說 有一天這邊不捕魚了 那大家來就是齊心潭 沒有什麼產業在這個地方 近年漁業一級產業人力出現斷層 疫情下外籍漁工也進不來台灣 人力面臨嚴重短缺 再加上漁貨量下降 原本規模就不大的小漁村 逐漸沒落 然而有一群花蓮在地青年 串聯一級到三級產業 推出食於革命 要讓當地的百年產業 傳承下去 接手疑惑的是黃建衛的姐夫任玉欣 來自威迪的她在花蓮讀大學後 愛上這裡的好山好水 毅然決然回遊到花蓮創業 是加咖哩的創辦人 在當地小有名氣 而太太家族經營的定製漁場 則讓她發現花蓮的漁業困境 漁獲價值與捕捞成本不成比例 我就想說那透過我自己能夠幫助的能力 就是運用開餐廳的方式 讓自己家的漁獲透過我們自己的展店 然後自己來銷售給客人 這樣可以保留最高的附加價值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我們這樣的手法來賺錢 那漁民就可以間接地維持生技的平衡 如果我們可以用這附加價值 反過來回來保護這個漁場的話 是不是我們又可以再多延續這個漁業的生命 繼續走下去給它不同的新的詮釋 用魚骨熬製濃厚白湯 再鋪上由當天新鮮捕撈的漁獲 做成的炙燒魚片 這一碗特製拉麵讓餐桌反饋產地 還帶來更多的工作機會給在地青年 他們要從餐桌開始活化地方 還有年輕廚師返鄉透過食魚教育 打造屬於花蓮的海洋文化 這邊也可以下 來… 今天來剛好魚很多 被我堵到了這樣 一群人浩浩蕩蕩走進傳統市場 他們今天要來參加一場 特別的在地食魚體驗活動 嗨 很忙喔 等一下 那你們就可以開始看 看魚這樣 我看一人跳一隻好了好不好 那這種就是因為沒有天敵 所以它的數量會一直煩濫 所以有我就買 隊伍中帶頭的是七年級廚師曾錫文 返鄉船接家中的餐廳事業 卻發現海洋資源早已開始枯竭 決心投入食魚教育 其實漁獲量一直下降 那我們進貨成本當然一直提高 那就會想要去了解是什麼樣的原因 然後才發現就是 整個環境其實變得是很糟糕 不管是捕漏也好 或是科技發達 資訊發達 其實對我們野生的生態 就是海洋生態其實是有很大的影響 這個也很新鮮 你看他眼睛 耐心講解介紹不同魚種 承受挑魚的小撇步 讓民眾除了吃更要認識海洋 還要用自己的方式 對海洋永續盡一份心力 挑完魚後還要教你如何料理 這一個是它的骨頭在這裡對不對 那我們就從這邊開始下刀 那鯨魚它是曾經是 就是海洋最大的哺乳類嘛 它活著的時候它攝取這麼多的 就是資源 生命 它才能可以活著 但是當它死亡之後 它卻把自己就是奉獻回去給這個大海 所以有句話叫精若萬物生 那我們就以這個為概念去做菜 比如說我們完全不浪費 不管是推進烤爐的 清蒸的 還是做成生魚片的 切下的魚骨統統不浪費 全丟進去熬湯 物盡其用 轉眼間變身為一道道 美麗佳肴 那藉由吃海鮮讓你去提出一個提問 那你想不想知道它怎麼來的 然後就可以慢慢的把它帶進去 漁法 漁具 漁業 然後料理 永續的這些海洋的這些文化裡面 然後再來就是給它一個永續的方向 某某海岸的露營區拍個照 網美景點什麼什麼 拍完照就走這樣 我覺得那比較可惜 那我們就朝深刻一點的文化去做挖掘 比如說我們有帶了一些海岸的導覽 或者是海上的導覽出去看那些大型的鯨魚啊 或者是海豚啊 希望可以創造一些海洋的文化這樣 對 那這也是花蓮的生活 它夠深刻 體驗夠好 人家願意買單 那勢必我們就必須增加我們人力需求 在地青年積極推出深度體驗旅遊 讓更多遊客能夠走進當地活化地方 因為觀光旅遊是花蓮重要的明星產業 根據交通部統計 每年來到花蓮觀光旅遊的人口 平均多達一千兩百萬人 二零二零年更是突破一千四百萬人 打破歷史紀錄 那這野生的鯨魚在水中 它都可以感覺到潮汐 可以感覺到波浪 其實我們找的鯨魚都是用眼睛在看的 對 我們要看這些海洋 每一天的洋流變化都不一樣 賞金船上的遊客在海面上尋找金屯的同時 還有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的導覽員 不斷地在旁進行文化解說 每個航班出去的時候 他能夠找黑潮的人來做解說 相對的這一艘船上的收入 有固定的比例 再捐出去給黑潮 繼續在做海洋文化這件事情 跟著船長在海面尋覓 將近一小時 採訪團隊終於幸運直擊 活活的飛巡海豚先生 在船邊追逐玩耍 要出海面又潛入 讓遊客們驚呼連連 而這個場景都是因為過去花蓮 常年推動友善賞金 才讓海豚們得以安心靠近 做到不干擾又能觀察海洋生物 我們期待的應該是這些海豚 都是我們的模特兒而已 它是我們能夠騙大家 吸引大家出海去 最主要的一個媒介 你會讓所有人知道 你看那些垃圾跟環境跟金屯 當你說很可愛的時候 垃圾就在旁邊 好 那你會慢慢帶小孩子 去知道說 原來大海的環境受到污染 要怎麼去改變 會說比較像是守株帶褲 那種不主動去補 不主動去抓 而出海賞金 除了做環境教育以外 期盼遊客能用不同視角 認識當地的定制漁業後 能夠進而支持 過去花蓮產業 各在各自的領域努力 現在從一級到三級 漁場 餐廳 觀光產業 一環環彼此結合 小漁村借助觀光人潮的力量 試圖找出存活之路 所以在花蓮就是很棒的 就是我們大家彼此 會有那種民居力 然後一起打群架的概念 我們這樣子賞金業者 對不對 漁場的 漁飯 餐廳 那你會來睡覺吧 就住宿 那總要有人開車吧 就旅行社 所以其實我們結合了大概 就是花蓮的這些產業 這大概佔了百分之三四十有吧 就是這些產業 然後可以這樣做 如果這東西真的OK 可以推廣的話 那它當然是可以變成很多套裝行程 對花蓮來講 你自己的生活多了一個 不一樣的產業 不一樣的就業機會 那對於外地遊客來講 就是多了一份深刻的體驗 呂世銘經營賞金船好幾年 但他卻發現 花蓮魚港邊的向日廣場 蓋好後卻荒廢成文字館 沒有發展 政府挹注資源 想讓地方創生 卻屠有硬體設備 留不住在地青年 他開始不務正業 策劃陸上展覽 跟藝術家合作 將海費打造成 一比一大小的母鄉金 成為港邊亮點 而他要做的是 仿效日本的離海文化 希望吸引青年返鄉 離海是源自於日本的禮山概念 強調人與海的結合 透過人為的經營管理 而使漁業資源及生物多樣性 得以恢復並可永續利用 是人與自然之間 共存共榮的概念 也是在海洋漁業資源 日益枯竭下 為求永續發展 不得不走的方向 但我們所懂的這些理念 其實沒有這麼的崇高跟偉大 就只是很單純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才知道原來它有很多的年紀效應 因為我做了事情 所以癱瘓的人知道說 這個地方不錯喔 會有人潮喔 他們願意來 那這個城市或是這一座港口 就開始有了不同的意義跟生命 那有人慢慢慢慢孕育出來的心涯 我相信年輕人會因為這個樣子 而慢慢回來做改變 花蓮魚部落不斷朝著離海前進 除了創生地方 也讓下一代能夠繼續書寫 精彩永續的海洋故事 謝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廖亞裕 我們再會 香港人 香港人